嗨 马月小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呢就已经在春晚直播现场的外面了 我身边呢就站着将要出场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成龙 成龙大哥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你好你好 在这密谋神的 在采访您之前先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17年了 今年了 借这个机会跟全国的观众 全球的华人拜个年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一年比一年好 其实最实际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健康以后再发财 恭喜发财 好好好 成龙大哥的祝福特别实在 我就看了这身衣服我就特别好奇 这是马上要直播的那身衣服 能剧透吗 剧透剧透 是是 是 还有一点东西没加上去 因为我看前几次彩排好像不是那个 但是到了今天就 因为彩排 哇 我没有拿过这么多衣服来现场 给导演这个挑 这个挑 都红的长袍 结果呢 录完以后不行 再换一套红色的暖打 又不行 又不行 因为他们很紧张 因为后面大概就布景的配合啊怎么样 现在最后决定这一套 对 所以说感受到春晚真是特别严格 从头到脚 每一个 太严格了 每一个细节都审查了 太严格了 哇 九三年 九三年 今年到今年 2017年正好24年 轮回是什么年 今年 哎 有缘分吧 真的 对啊 对啊 你不说我都忘了 对啊 因为刚刚上春晚我也没当这回事 还没回归 对国内的情况也不懂 叫我上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普通节目吧 你上一次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现在不敢上春晚了 啊 为什么 太多人看 太多第二天出来好跟不好 太多评语了 现在是推啊 很多人是喜欢上春晚 巴不得已上春晚 我是能推 我折推 因为我希望 我的春晚一上来 就是给观众 哇 你再上来打个功夫啊 我现在很坦白讲 我又不能一个跟踪 放山地翻上天 再空四个八百六 下来再打 哇 观众 哇 可能还是不满意 所以呢 我就特别好奇了 您都已经 这么地在意观众的评价 这么在意春晚的这个影响力啊 就这么谨小慎微了 所以今年还是来了 来了会带给我们什么节目 今年来呢 因为他有个主题叫家国情怀 对 家国情怀 好 我就想了个主意 跟导演他们开完一会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时候 教育家 年轻人啊 或者给他们一个海外的华人啊 应该给他们有一个归家的感觉 没有一个强的国 你哪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好猜到了 没有 比方说啦 而且我觉得有正能量的一首歌 而且自己也是我 我不是真正的歌手 我录了太多太多的歌 这首歌是我倒背如流的一首歌 我太喜欢这首歌 而且填词得非常好 国家 对 而且在这首歌 我在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美国 我都唱过这首歌 每个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 对 这个就是国 这个叫国 这个是家 这个家 这个是荣誉 这个叫荣誉 这个是奇迹 所以我猜是不是 在今天晚上的演出当中 基本上就是 您不打功夫了 基本上就是带着这些 应该是 我打了五十几年功夫了 我现在可以透露那么多吗 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最重要派我来 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您这些话都套出来 所以我今天的任务完成特别好 感谢您配合 谢谢 还有还有 在16年 您干了一件特别为华人争光的事 就是奥斯卡 谢谢 终身成就奖 我想在跟你聊这段之前呢 咱们先来看 导演专门是截了一段视频 就是您获奖的时候 那一段视频 咱们先来看一下马云 Academy of War 这就是我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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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Hong Kong, incredible city, my hometown, my hood, who made me, China, my country, proud to be Chinese. All the friends, thank you,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who should I thank you, and I forget. I don't know, I just, it's honor to be here, and it's my honor, thank you. Thank you. 것은 我想问一下陈德大哥,这段視频自己看了多少遍了. 没有多少遍,其實看了真正的,不完整的看了一遍. 沒有什么好看的,我自己也知道. 其實我跟很多人講,我拿這個奧斯卡, 我们这种 我讲是 以前我们拍的叫 Cheap 廉价的喜剧功夫 动作明星 拍这种电影 是与讲无缘的 我今天拿奥斯卡 不是我今天做的什么 去年做的 是我这56年来 坚持做同样的东西 30年前 我到美国去拍戏的时候 我在东南亚 国内我不知道 已经是天王了 我以为我应该 可以到河里国发展 到那边没人听我的话 我做的那种 啪啪啪的动作 没有人认同 我真的那个时候 真的是很颓丧的 离开了美国 因为为什么 你们不喜欢我这种东西呢 我就走了 30年后 二十几年后 现在全世界 功夫影坛都是 因为我的坚持 而且新一代的人 都看了我的电影 长大 想不到我的 默默的付出 在末后的 几乎把我的生命 都给了电影 他们结果最后认同 我的创作 我的理念 我拍戏的那种方法 就是有喜剧 不下流 有动作 不残暴 永远是有一种 正能量出去的 这个我猜想 原来他们是 五十几个评判 没有一票反对 是同一票 他说从来没有过 所有人说 为什么不给他 我赞成 就挂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坚持了一个梦想 坚持了五十六年后 我得到很多事情 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讲 付出 好好的去做 有一天 讲不会 你不会去找讲 讲来找你 所以说春晚 这次请您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当然因为 你几十年如一日 这种坚持 体现这种拼搏精神 还有您的这种 家国情怀 还有一个呢 我听说 您应该是 在明天大年初一 您的新电影 就要上映了哦 对对对对 一部老少嫌疑的家庭电影 叫功夫瑜伽 功夫瑜伽 对对对 在全国上映吗 还是全球上映 应该是半个地球吧 应该是半个地球 今年这个礼物就是 除了铁道飞虎 就是功夫瑜伽 老少嫌疑的部电影 那今天还有个礼物 还有春晚 春晚的国家 是是是 对 现在离春晚 已经越来越近了啊 家家户户 现在都已经准备 开始守护在电视机旁了啊 期待您精彩的演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 想问一下成龙大哥 在今年有什么新年愿望 能不能用一个字来改过 一个字啊 一个字 想想 就一个字 一个字字 马上想突出 shall be 哦 马上想 和家团圆 哦 和谐 和谐 最主要是和平 嗯 好 最后咱们再给观众朋友 送一次祝福 祝福 大家嗯 吃饺子的时候想到 和家团圆 和家欢 和和气气 嗯 身体健康 好的 之后就恭喜发财 好的 那城楼大哥在呢 我也祝福观众朋友 不仅仅要合家团圆 也要祝福我们的国家 能够更加富强繁荣 好了 马月 拜拜 小韩时间交给你们